縣議會定期會憲政總質詢時 議員洪浩元又查博等問題質詢 縣長林明珍表示 近期美國議長裴若曦訪臺 導致兩岸關係緊張 大陸終止臺灣農產銷路 因此縣府決定恢復辦理查博會 幫助查農暢禍拓通路 美國議長到臺灣來訪問之後 造成了中共的經濟演習 中共正式宣布 我們臺灣的農透產 絕對不能夠銷到大陸去 那麼對於我們蘭頭縣的茶葉來講 是影響非常大 縣長看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本來去年我們世界茶葉博蘭 就沒有辦了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麼今年不辦也不行了 如果不辦世界茶葉博蘭會 幫查農促銷的話 那麼我們茶農會很辛苦 沒有收錢 省的話就不會再過了 所以我們還是今年 就一定要來辦 10月8號開始 要辦世界茶葉博蘭會 來促銷我們南投縣 好喝好的茶 來行銷給我們全國的民眾來共享 所以我們今年一定會如期來舉辦 另外新議員蔡孟兒與尤浩 也就綠能中心議題 感謝縣長林明貞 尊重竹山名義 連縣長搭訓時表示 縣府已經終止綠能中心規劃案 並且引進高科技電漿裂解技術 來處理垃圾 未來希望能夠達到每天處理20噸的目標 計劃如今評估可行 將推廣到每個鄉鎮 今天議員也在關心 我們這個力能處理中心 因為這個力能處理中心 受到很大的阻礙 我們縣長也是整個規劃好 是要征求十山鄉鎮 看哪個鄉鎮願意來配合 沒有想到第一站就到 直山就碰壁 被我們直山鎮長刮了滿鬍子 縣長也是認為說 既然直山鎮反對不讓我們做 我們也就放棄不做了 那現在我們李局長 又發現了一個新的記事 就是電光電漿分裂法 就是把落色從1200度的溫度 變成一個氣體 液氧化碳 液氧化碳還有氫氣 那麼這些氣體 又回收到我們的儲氣棗裡面 讓它冷卻之後 這些氣體又能夠回來 再發電 做發電使用 所以這個套是比較好用 那麼力能中心 我們就已經不再推動了 就放棄了 努力的再把這個電光 電漿的處理方式 再把它的容量能夠擴大 我們將來垃圾分別 有夠鄉鎮來處理 就不會集中在哪一個地方 所以請竹山真的證明 你們放心 縣長不會在我們竹山 做利潤處理中心 我們要以最現代科技的方式 做電光電漿處分裂法 來解決我們藍石鎮的垃圾問題 另外林青棠也表示 目前縣府觀光、農業以及體育活動 多以系列方式辦理 活動期間互相串聯 雖然依據整合概念 但是受限場地因素 個別活動整期都無法太長 因此縣府將演繹 事宜方案提升活動效益 記者雙千佛、蘭德士採訪報導